哈喽,大家好,我是海空姐 昨天因为有点事情,昨天的视频就没更新 昨天就休息了一天 然后呢,昨天怎么说呢 没来得及视频更新,因为没空 所以我就没有去补吧 今天就给大家补吧一个视频,谢谢大家 现在我来挑点鸡蛋给客户,谢谢 现在我来挑点鸡蛋给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比较挑,他比较挑剔 有时候遇上这样的客户就是没办法的 他就是要帮他挑好一点 挑漂亮一点的鸡蛋给他 他就是,他能出得起价钱 他就是这样子说 所以说我们做生意也是 跟着客户来做的 他说他能出得起价钱 他叫我鸡蛋,反正就是要挑好一点的给他 我说可以,没问题 只要价钱合理 都只是问题 但是呢,这个鸡蛋你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鸡蛋 因为最近机场,他分了一批 新鸡跟老鸡 所以说他鸡蛋现在就是有 有点大小不一样 所以说我要帮他挑一下 挑好看一点的 把鸡蛋挑好看一点的 然后送过去给客户 然后送过去给客户 他这客户因为他卖的都是高档的 怎么说呢,因为他那个 他的客户啊,比较 出得起这个价钱 出得起这个价钱 他就会要求你的 档的品质就会要高一点 这没关系 反正都是同一样赚钱的 你说对不对 所以说我要把它 挑漂亮一点的 送过去给客户 就是 就是 多加几块钱吧 你说 跪到哪里去 也跪不到哪里去 反正就是这样子 客户怎么提要求 我们就怎么做 反正正在做生意 就是这样子 我感觉生意就是这样子 反正越来越不好做了就是 现在实体的生意 没那么好做啦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做的是 传品的生意 虽然说这种 集团是个太消停 怎么来的 上去也不好做 所以做越累 因为现在又是年底 最近的生意会差一点 要等到过年的那几天 所以生意就会好一点 都是这样子的 做生意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挑出来的鸡蛋 你看一下 很多怎么说呢 客户就是说 其实鸡蛋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大小不一样 我把它挑一下 就是壳比较好看 再好看一点 然后就是那个 不会起黑点 因为鸡蛋它那个鸡啊 怕冷的时候啊 你温度没调好 它就会怕冷 啊 这些货就是昨天晚上来的 昨天晚上来的 嗯 帮他挑好等下 打包过去给他 送过去给他 现在是大中午 现在这个点是没人了 要过半个小时以后 就有生意来的了 好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的 方块 点注 关注 谢谢 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